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凡素 大家好 我是凯蒂 昨天晚上差不多十点多钟 我就在微博和微信上说了这么一句 我说澎湃新闻上线 不干媒体的人关注不 微博我本来粉丝也没几个 没什么反应 但是在微信呢 因为我加了很多听众 听众呢他不是媒体圈 但他也就是听听咱们节目可能 那分享非常好玩 一半的人说我关注 一半的人说 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但是听你们老师在群里面聊 我就去下载了看看 就有点怪怪的 他说你看他这个字体吧 就跟我米钱看到的手机app是不一样的 他这个新闻包装的方式 和他整个这个 就是模板看上去 跟我米钱那种客户端也不太一样 然后我就问我说 不关注的人是为什么 他说我们不知道你们到底在聊什么 他说这是你们自己圈里自己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然后我就想想 咱们在白天 基本上被这篇发刊词 秋冰不是少冰 秋冰先生的发刊词给洗版了 我看第一眼 我说这个写的是太好了 他首先脱口而出 说这个理想主义 80年代 讲到90年代大学生 你甚至是觉得是有所指的 90年的大学生 经历似乎跟其他年份的大学生不太一样 看到那段的时候 你是有一点感悟的 但是我发现 怎么我一来办公室就发现 好像百分之一百的人 跟我的想法不一样 就是说这个写的好个鬼啊 就完全看不懂 就有的人是觉得 你作为一个发刊词来说 格局有点小 显得有点low 那有的人觉得这个 你现在这个年代 还谈什么理想主义 不值钱 那更多人是觉得 现在下决论可能是有点早 关键是看他们以后 能出什么样的作品 因为他们现在主打的叫做 所谓的时政和思想 那关于时政 有的人觉得 这是精英们才会关心的 你是有点精英主义 取高喝寡 但是更多的人会在想呢 时政真的是所谓的精英吗 你看你在北京 你要是坐个出租车 可能低歌他都会跟你扒两句 帝都里面在发生什么 中南海里面的事 好像低歌们都了解得非常清楚 所以这一块呢 大家都爱聊 问题在于呢 现在资源可能这个尺度 你受到了一些控制 所以呢 有的时候对于时政方面 这种信息的 本能性的这些饥渴 你没有办法去满足 那他这次主打 所谓的时政和思想 他不是时政思想 他是时政和思想 有人觉得这实在是 还是没有被完全开发的 一片新闻复矿 我倒是不这么觉得 我们先从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 澎湃新闻说起吧 可能我想很多听众 就像刚才凡苏说的 如果不是这个圈子里的 我干嘛有关心 到现在也都不知道 这个澎湃新闻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他其实是上海报业集团呢 在昨天上线的 在iOS和安卓平台上线的 一款手机 我们不能说 它是一款上线手机 因为它现在目前 给我们呈现的样子 是它同时也有PC端的 这个网页版 然后也有手机的 我们就暂时定位 为它一个新闻产品好了 那我想这个产品上线之后 昨天凡苏在朋友圈 发出这个疑问之后 我也有去再回去 翻自己的朋友圈 我发现昨天很神奇的 就是你再去好好整理的话 在媒体这个圈子里的 基本上都在发这篇 以及还有一些前面 之前去看了这个 韩韩的后会无期 剪映会的一些同学的 这个回复一些文章 那另外的一些 可能是我的一些 高中同学 或者说是 甚至小学同学 或者是一些亲戚 就完全没有人 在关注这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 呈现了一个分化 就是这个澎湃的 这一篇发刊词 让我们这群新闻人 媒体人很澎湃 但实际上 让更多的人 他想要达到的更多的人 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如果说我们不能按照一款 我们说的手机APP的这个 作为一个手机产品 移动互联网产品 我们不能用这个标准去评判它 因为如果说用那个标准去评判它的话 那很简单的 这个强盗逻辑就是 我要看我的下载量 我要看数据怎么样 那目前我们看到的 当然它刚刚上线不久 我们也不能给它下一个定论 只是说如果说我作为一个用户来讲的话 我会如果我只能下一款手机APP的话 我想澎湃应该不是我的首选 为什么呢 因为你需要 如果你当你只能下一款手机APP的时候 你需要的是一个最高程度的整合 那澎湃他现在卖的是独家 可实际上要忽略的 他忽略的一点是 很多的时候都是可以其他的一些手机APP 做得更好的新闻的整合 是可以转载它的 比方说当时我们澎湃一开始在火起来的时候 其实是瑞成刚的那篇报道 就据很多的网站转载的时候 我们最先看到的可能是网易 或者是腾讯这些 这些大佬们的一些客户段 他跳出来的这个推送 但他里面都会写媒体报道 这个题目可能是媒体报道 你点开都会发现 他说是据澎湃新闻报道 那个时候是我们第一次 开始关注到澎湃新闻这个东西 但所以说我说当我只能选一款的时候 我会选其他的那些整合度更好的 而不是这样一款卖独家的 这个也是说出了现在很多用户方面的一些感觉 刚才我们说到这篇引起在朋友圈里面轰动的发刊词 来给大家念几段 开始秋冰是这么写的 他说仅以这段文字和这个互联网产品 献给我们恋恋不舍的1980年代 1990年是那种莫名其妙的年份 有时它是80年代的终结 有时它又作为90年代的开始 谁知道呢 我只记得1990年暑假 复旦大学6号楼大概就住了我一个人 那是我人生最后一个暑假 连空气里都嚼得出别离的味道 那个夏天非常的闷热 电台里每天都放着苏瑞的新歌 风就是我的朋友 可是一直没有风 我在某一天想 大概这就是我的80年代的说尾画面了 但是第二天那个叫做GB的人出现了 他才是来亚洲的 GB也毕业了 他不是新闻系的 但是因为很会写东西 分配到家乡的省报 他滞留在宿舍的原因 是为了送他那个叫小叶子的女朋友 去美国留学 美丽而温柔的小叶子是上海女生 留着林青霞一样好看的头发 后来就呱唧呱唧讲了一大堆 最后结尾是说GB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们明听大队的日子就是今天 7月22号 其实我至今都不知道 夜源水最深的地方到底有多深 你跳进水里捞出瓶子的时候 是多么滑稽的一幕 我只知道我心澎湃如昨 其实这个故事大家可以全翻一翻 因为也太不长 有点像中和火人的那个谁啊 那个杜鹃演的那个角色 跟黄小明的那个角色的段子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应该是一个典型的那个年代的故事吧 因为那个年代有大量的人选择去美国留学 就是女孩跟男孩说分手 那其实故事情节也很简单 但有人觉得他中间暗含深意 昨天其实我们也试图去打通这个作者的电话 他是现在澎湃的CEO 但肯定昨天是基本上被打爆的一种状态 后来就看记者站一些微信在推送文章 说到昨天的那个场景 大家就觉得奇怪 他为什么会这么写 是他故意呢 还是说他这是一贯的文风 那后来我就找了一下 就发现2014年 当时秋冰呢 还是东方早报社长的时候 他写了一篇新年献词 我记得我们当时讨论过新年献词 说现在的献词 既然已经失去像南方周末那种 他是有一点开启明智啊 或者起立思想的那样一些功能 就是没了 但是看到这篇的时候 你还是觉得有点另类 当时出来的时候 这篇文章也是被转风了 大家也没见过这样写新年献词的 还是讲故事 说和老Z最后一次见面 是09年的夏天 在重庆老家的江边上 老Z退休之后呢 和他老婆在江边开了一个查方 据说一个月可以赚几千块钱 老Z三十多年前 教我们初中课程 我也记不得他教过些啥 就记得他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呢 我们都在下面交头接耳 这时候他啪的一个转身 粉笔头准确命中带头讲话的人 另外就是他喜欢脱糖 我们已经快饿死了 他仍然在朗读郭小川的 甘蔗林青山长 情绪激动口水乱飞 说是革命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 这篇文章呢也不是非常长 但是他最后呢 跟我心如昨这个有一点不太一样 他还是有点上高度的 那像澎湃的那篇就这么完了 就我心如昨 但是这篇新年献词呢 他就讲了这么一个结尾 他说只是好了 老Z的故事讲完了 讲完之后就是 这是一个挺悲伤的故事 后来老Z去世了 然后有一次他去上海旅游的时候 应该是去买了一份东方早报 他说好了 他的故事讲完 很抱歉 最后的包袱抖得平淡无奇 只是我一直想告诉我们的编辑记者 也许每一条新闻都这么平淡无奇 当你需要英雄的时候 它是卑微的 当你需要清白的时候 它是狡邪的 当你需要赞歌的时候 它是充斥着利益的 可是这个充满悖论的年代 如果没有迷雾中的洞察者 没有茫然中的悲悯者 没有疼痛中的激昂者 我们人民的新闻工作者们 将无比愧对那些卑微 甚至卑贱的生活着的老Z们 还有纵身一跃的老Z们 老Z应该是自杀的 最后是跳河自杀 因为他身患多处癌症 根据那篇文章里面写到的故事 他的记忆 我的青春都在大河奔流中 汹涌而去 在这个新年终生敲响的清晨 在这个也梦想承诺的城市 见或听到大海的回声 我的呼吸那么热烈地 跟随着他的招式 莫忘初心坚定向前 其实还是抒情法 就像昨天我看到 一大帮人就说拒绝抒情 现在什么年代了 还搞这套太老土了 对 昨天对于这个发刊词 也是基本分为两派 一派觉得 自己的这个理想主义 又被激发起来 然后我觉得邱冰的文字 一直是这样 就是你看完之后 会有这种肾上腺素 激生的感觉 他像他在去年的10月9号 他是有在东方早报上 给这个下一年的征定 做了一个广告 那广告词也是他写的 他当时写的是什么呢 叫只没未死 我们妖你读到地老天花 所以可以看出来 像昨天这个发刊词 也是他一贯的一个文风 那昨天的讨论 围绕的主要的重点 就是作为发刊词 应不应该这么写的一个问题 可是我想他作为一个 新上线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 如果他不这么写 我们昨天会有这么多的讨论吗 关注他吗 对 我觉得他作为 如果说我纯粹是为了赚关注 或者说说的更现实一点 赚流量的话 我觉得他的目的是达到了 因为如果说 他只是在这篇发刊词里面 把澎湃新闻有什么特色 澎湃新闻有什么独到 之处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想根本就没有人理他 所以昨天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还是争得了大家的一种 至少是关注 但是他为什么一定要用 这样的一种方式 其实澎湃新闻 如果你去剥掉外壳 仔细看内心的话 其实没有特色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可能他现在坚持的 还是内容为王 但是内容为王 也是只没一直在坚持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 绝大多数的新闻的报道 我们觉得有深度的 或者我们觉得值得 我们去在社交平台上 为他一转的 大部分也都来自于传统的媒体 那澎湃现在 唯一的跟那些传统媒体的 这种自己开的APP 或者是网站 不同的地方就在于 他没有那个 那个传统媒体的介质而已 所以你如果这样看的话 他其实并没有什么 特别特别的地方 他还是一个在体制内的 借用了体制内的一些福利的 包括说他的资金的来源 一半是政府出资 两个亿 一半是融资 对 也有说法是三四个亿 但总之是一半是政府出资 一半是这个融资 那有政府出资 我们就知道意味着什么 特别是他有一些 实证的报道权 这个可以说是 他的一个垄断权 好 那说到澎湃 虽然他现在是个新鲜的产品 但是关于这个新媒体 和什么所谓的 互联网思维的讨论 那可以说是这两年 最为火热的一个词语 我们只是从用户的角度 或者说一个读者的角度 来看这个发看词 当然你说他理想主义好 还是不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我觉得讨论这些 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是关于新媒体 他作为一个新开发的 这么一个产品 他到底投入市场 将来能够走多远 现在在他这个诞生之前 其实就已经有人 在关注他讨论他 这是为什么 他为什么能够在短期之内 获得这么多的关注 那我们请到一位专家 今天其实在线会有两位专家 一位是魏武辉 他应该是现在中国 最有名的新媒体的观察者 是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和设计学院的老师 还再有一位是徐丹内先生 是徐丹内.com的出品人 从前也是南方报业的 一位资深的记者和评论员 好 三条话新闻 我们稍微休息 等会儿先为你连线魏武辉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欢迎回到三条话新闻 我是凡素 我是凯蒂 马上美妮连线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设计学院的老师魏武辉老师 他同时也是非常著名的新媒体的观察者 魏老师好 你好 我首先想问魏老师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澎湃新闻的 很久了 应该有好几个月了 因为上报去年成立 10月份成立以后 我就一直蛮关注上海报业集团的一些动向 然后后来他们做了 内部准备做界面和澎湃这两个项目 包括后来上海观察也出现了 然后我一直蛮关注这三个 所谓的上报的新媒体项目 为什么关注它 因为其实上海这个媒体 可以这么说 有那么几年其实是没有任何动静 我甚至也曾经这样表达过 就是上海媒体的这种保守 当然这个和上海当时的这种 政治环境是有关系的 然后去年这个文会新明和解放一合并以后 他们这个动作非常猛 比如说把新闻晚报给关了 比如说这个要做一些什么新的媒体项目 我觉得这个上海媒体 或者说上海报业 这个算是有一些比较让人值得去关注的动作 是那我们聊聊这篇发刊词 昨天你也是在微信圈里面也表达了一些看法 你喜欢它吗 我其实已经过了那个最感动的年龄了 我已经四多了 这个从二十来岁三十岁应该是能够被感动到的 然后呢我虽然没有说谈 谈不上说被感动到 但是有一个东西可能真的是我们只有这种四岁上下的人才会理解到他这个文章里面所提到的某些隐晦的东西 就是他提到了那个年代的夏天 这个其实八十年代末发生了一件很举国全球都知道的事情 然后这个那个时候确实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在那个事情发生以后 整个青年也或者说我们当时说这个当时的大学生 真的这个理想都可以说是破灭了 有的人去打麻将 有的人谈略 有的人准备出国 就是一下子变成一个所谓的精巧的这个这个这个私立主义者 那么邱冰他这篇文章似乎把那个时代又拉回来 那么这种东西恐怕不是今天 八零后或者甚至于九零后是能够明白 因为他没有经历过那个日子 对 但是我看他这篇文章出来之后 很多人是有一点嘲讽的意思 甚至有人说如果这篇你说是一个这个八零后写的 还觉得可以理解 但是邱冰他已经四十好几了 可能也 那还用这种理想主义作为吆喝 那是不是有点过时了 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理想主义并不过时 只不过说你怎么去包装和表达 我曾经听到过一句话蛮有道理的 就是说他说只有你 就是我们说在今天这个商业时代的背景下 只有你足够赚钱 你才有资格谈理想主义 这话其实不无道理 就是说你比如说就在邱冰的篇文章在网上被分传的时候 那天也就昨天这个小米也开发布会 那个雷军在上面搭谈了一通梦想 他雷军到这个份上 他现在已经在三年之内就把一个零什么都不是公司 然后变成了一个一百亿美元的市值公司 当然觉得成功者他梦想好像有点道理 但是现在整个传统媒体权可以说是纸媒吧 也是一日不如一日吧 大家都在走下坡路 这个时候你跳出来谈理想 确实会被一些人认为 你有什么资格谈这个东西 你自己活都活下去了 这个这种想法我觉得也算正常吧 但是我并不觉得说 他就没有谈理想的这种资格 他当然可以谈谈 四个人都可以谈谈自己的梦想 只不过说服了有多大 这是另外一回事 是 现在引起观众呢 主要是因为它还是一个所谓新媒体的产品 那既然说的新媒体就很自然的会想问 他这个新是新在什么地方 他的新的一个呢 当然他借用了这个移动客户端嘛 当然网站 现在做网站已经不算是新媒体了 但你做移动新闻客户端 可以说有一点点溢潮流而动 让别人的感觉是溢潮流而动 譬如说现在整个媒体 好像大家都在做微信公众账号 甚至有人说这个APP以后不用做了 就对媒体来说不用做了 这个因为开发APP很费时费力 那微信公众账号是免费的 然后一下就会开通 一样是送内容 那么他这样做 而且大张起舞的时候 这给人感觉是比较逆势而动的 然后第二个呢 他在内容的生产上面 他投了很多钱 基本上他都是自己采的稿子 很少 应该是我没有看到过 他去转载别人的东西 那么生产这种稿子 他需要很多的人力的投入 那么这个就是烧钱的一件事 那么这也是和一般意义上 比如说像今日头条 他自己号称就是说 我是行动办公 不是生产者 但现在有一个生产者 这个愿意拿重金来做 这个是当然也是不多见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做实证这一块 就确实中国很少有地方 就除了央媒以外 那个人民日报 新华社当然都是做实证的 那央媒它有特殊的背景 那地方上的媒体集团这样搞法 原来南州搞过 但是后来我们都知道 这种所说的原因 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声音了 然后上海突然冒出来这个事儿 拼命去搞实证 然后在昨天秋冰这篇文章出现之前 那棚外早就上线了 那时候也有一些文章在朋友圈啊 微博啊被传得很广 包括这个令政策的事情啊 确实让人感觉到 好像中国又有一个什么网站 或者说一个媒体项目 在讨论这种事情 所以你要说他从项目本身来说 他使用了多么高深的技术 什么原创的这种特别牛逼的技术 这个看不上 只是说他在内容的选点和运营上面 他还是比较特别的 我不敢用创新这个词 就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比较另类的 一般市场上不多见 是现在很多人就会猜测说 这个东西前景到底如何 那你怎么看 他可以走多远 两亿 其实你按说几百号人的这个开销的话 要烧的话 也很快就会烧完 说不定将来怎么办 我觉得我总体上是谨慎乐观的 因为他 我前面说这个时政这个点 就是网上确实也有人评论说 这个时政是个小众东西 有多少人关心时政这个东西呢 但我觉得这个评论是有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对对对 就你看你怎么做 其实时政可以做得非常八卦 可以做得举国人民人人都关心 我们说这个国内最近 前阵子流行了一个美剧叫直牌屋 直牌屋不就是讲时政的吗 很多人愿意看 时政这个东西 你不过看来看 其实它就是两件东西 第一个东西就是权谋 或者是我们说权利 第二个就是信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有一些 这个这个谈污的官员啊 什么的啊 鲍尔奈啊 麦其他这种 桃色的事件很多 这个是会引发很大量的关注 中国每一个 在这一轮中纪委的反腐当中 这个每一个高官的倒台 都会引发大量的关注 这个不是一个小众生意 这是一个非常大众 非常密集关注的东西 那么在中国又没有人改这个事 就是没有什么人去 去正儿八经的搞这个 所以对澎湃来说 他可能真的选了一个 市场上竞争者非常少 或者说这个 竞争对手非常少 而且呢 这个点很多商业门户是做不了的 金浪啊 收货啊 腾讯啊 没法弄这个和他体质有关系 所以你要说这个东西一点都不行 我并不这么认为 你说的这个实证的阅读的兴趣哈 呃 我也同意 就是现在你说市民老百姓都都很爱聊 但是这个我想应该也不是从前没有人知道 大家有这么一个习惯和喜好 但是问题在于过去可能不是不想做 而是做不到 所以现在大家另外一个疑问 就是说澎湃他为什么会专注实证 他是不是因为有额外的一些采访的特权 在资源方面他是有自己就是别人拿不到的一些独特的优势 嗯嗯 这个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澎湃我们知道他和东早的这个关系非常密切 可以说是有相当多的东早人其实也在给澎湃写稿 那么东方早报是一家有这个传统的 有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报纸 而且呢他在报业普遍不景气的这个当下 他居然还赚钱了 有亏为赢了 原来刚刚开始是亏的 那么这就给这个东早本身做这样的定位 带来了一定的底气 就是说他觉得这事是可以赚钱的 不是不可以赚钱 就我曾经成功的赚了钱 虽然当时用的是报纸这个媒体 现在用数字这个客户单这样的媒体 那么内容本身是可以赚钱 这个是没有疑问的 那只是说你在纸媒上的运作和在数字客户单上的运作 可能运作手把是不一样的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 其实上海媒体包括商报集团和FMG 这个文广的这个变化 都是得到高层的有力支持 这是很明显的 像商报集团成立以后 这个上海市的市委书记 同时也是政治局委员 这个韩正在商报集团 待了三天做考察 做这个调研 在改革开放以后 我反正不记得是有哪一个政治局委员 在一家地方的媒体集团待三天之久的 从来没有过 可以这么说就是整个户媒的 包括商报在内的一个转型也好 或者说一个改革也好 是得到中央的这个支持和认可的 所以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些资源上的倾斜 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所谓的消息案 是 好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您 现在国内有没有所谓做新媒体 做的非常成功的案例 这个我不是太理解你的问题的意思 其实这个 新媒体的产品也好 新闻客户端吧 或者说想问请教一下魏老师 您觉得这种新闻客户端的产品 您判定它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是什么 那您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 您看澎湃未来会具备这个成功 或者说获得他想要的大数据 大流量的一个可能性吗 这个东西是应该这么说 我认为在中国你要做一个新闻客户端 你没有上亿的装机量是不行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目前来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我并不是说每天活跃多少用户 就是有上亿的装机量 那么目前来看澎湃 离这个数据还挺然 是不是能够调动去这个数字 蛮难讲的 因为目前来说澎湃只是一个1.0的产品 就是不断的是有澎湃自己的人在生产 然后用户在那看 其实也谈不上用户 只是读者 那么有没有产生一个很好的互动 产生一个交互 这个是需要后面再观察 好非常谢谢魏武辉老师 今天的分析点评 谢谢您再见 嗯好好再见 好的刚才跟我们连线的是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媒体设计学院的魏武辉老师 他讲到一些信息量 我们等会儿再结合徐达内老师的分析 一块儿再来进行一个回应 三天花新闻 我们稍微休息 等会儿见 好的欢迎回到三地话新闻 我是凡素 我是凯蒂 今天继续聊聊澎湃新闻 那刚才我们联系到的是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和设计学院的魏武辉老师 他是作为一个新媒体的观察者 来表达了他的一些分析和看法 那紧接着我们为您连线的是徐达内老师 徐老师从前呢 他是在南方报业工作 那现在呢 可以说是新媒体的这个参与者 听听他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见解 徐老师好 你好 昨天电话接通的时候 我说我们今天要聊这个澎湃 当时徐老师是笑了一下 是觉得这个话题是被聊得太多 太烂了吗 对 因为这个话题可能是媒体圈比较关注吧 主要是媒体界的人比较热情去讨论 我想在整个 如果放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上面 其实应该没那么轰动 对 如果光就昨天那篇发刊词来说 你觉得他是成功的吗 从两个角度来讲吧 第一个就是 这其实是邱宾本人的一个 他最擅长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看过他之前那些发刊词的话 他很擅长利用这样的一些小故事 有的时候甚至是段子 来寄托某件事情 来讲他的某些怀旧也好 或者是缅怀的事情也好 当然因为我跟邱宾早年也就认识 在平常的生活中他也是这样一个人 昨天其实我们尝试去打他的电话 后来也是失败 这个也可以理解和想见的了 那他自己 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聊过 他有没有想到就之后发刊词会引发 可以说是两极分化 很严重的这样一些讨论 他对这个 因为我跟他有互加微信 我看到他的朋友圈里 带出了一些对他的批评也好 或者是赞扬也好 他也并不是特别在意 因为他的从业经历也那么久了 就是在这一块 某种程度上他有一个 我不一定说是很准确的讲法 他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有一点 比较有点调侃的意思 就是说他很参与跟大家一起来 自黑也好 或者黑别也好 他的这一块其实心态都还蛮好的 您刚才好像没说完 就是关于这篇发刊词成不成功方面 对对 刚刚说的是从他自己的一个 风格 习惯来讲风格来讲 第二个就是 如果纯粹从营销的角度来讲 不管这是不是球兵的本意 他应该算成功了吧 对吧 因为你想 昨天大家在讨论最多的 不是澎湃这个新闻 而是一篇发刊词 这个都已经有点宣宾夺主了 或者说是因为他去带动了 你看昨天晚上我看澎湃 已经冲到了APP Store的 新闻类下的第二名 我想这里面至少有一半是被 我心澎湃如佐给带来的 是 其实你也是作为这个 同样 我可以说同样是主攻 时政方向的APP的这个运营者吗 就是现在看到澎湃 他也是把时政和思想 作为他未来的方向 你是怎么样理解的 就是把这个 有人会觉得 比较难啃的这样一个方向 但有人会觉得这个市场 其实非常大 因为什么人都爱聊聊 你看京城的低歌 也喜欢聊中南海的事 就是这个方向方面的确定 您能不能有一些 特别的观察体会 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当然就是 时政肯定是最难的 对吧 皇冠上的民主 但是 就好像 皇位是一样 这个方向不太一样 还确实 做时政是难 但是也正因为难 所以有门槛 有门槛就有 他的想象空间 不管是利益上的 还是来自于 他的话语权方面的 这个都是很显然的 如果这件事情 这么跟宏描震的一个媒体 都不能做的话 别人还怎么做呢 对吧 他又有钱 而且现在又有牌照 又权 有各种各样的支持 要做就应该他做 但是有这些 这么多东西加持的话 有的时候会不会成为 他一种负累 那比如说 我进行一些批评性的 调查性的报道 这个其实你要放在 我觉得好 要放在整个的环境下来看 其实不只是澎湃 我今天其实在写一篇 关于澎湃的东西 就是说这件事情 不只是澎湃一个人在做 你如果观察 从两年前十八大以后的 这个情况 你会发现在舆论的 舆论场上的 这个国有的力量 或者说是 过去我们说体制内的力量 它的一个优化 或者说是一个进取心 也是很明显的 我之前写过一篇 叫竞技的巨人 就是他们有钱有权 如果他们在发动起来 那我们当然 过去我们一直有 可能有这么一个看法 认为这个好像体制内的 尤其像新华人民这一类的 好像里面都是一些 有些人认为是很愚蠢的 或者说是不够 没有经过市场考验的 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 中国就是因为 一直以来的这个利益的 这个格局的关系 所以这个类似于体制内的 媒体里 其实真的是长龙卧虎 它有些人只是没有被发掘出 他应有的这个能力 你如果给他一定的这个空间 当然你可以或许 还会给他一些指引的方向 那么这种前提下面 它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你比如像最近人民日报在做的 这个客户单 新华社 昨天澎湃上线的同时 这个新华社的复射 也是从上海出来的 圣海兄 他是跟这个 当初习近平在浙江的时候 他是浙江的 后来到了上海 他也在上海 现在在新华社的复射上 他就是说 他们要把新华社的客户单 铺遍全国每一个地 第四级 那这样的庞大的气魄 我觉得你不能够说 这个国有力量这一块 它如果真的发动起来 这个是很有想象力的 那澎湃其实是其中的一支生理军 我们考虑到澎湃的背景的话 就可以很明显地理解到这一点 是 其实澎湃 您的意思是说 他也就是体制内的一股力量 可是内地的媒体 不都是体制内的吗 那倒也是 徐老师我看到有一个报道是说 这个邱冰他在接手 新媒体的项目之后 在他的iPad里面 下载了四五十个媒体应用 然后每天呢 他都会花时间去看一遍 他们的更新 那您自己也是从这种 比方说写专栏 然后到自己现在 做一款这种产品 那您觉得 我想知道 因为您刚才也提到 跟邱冰有一些私交 那这过程中 邱冰有没有向您去取取经呢 那您自己做了这个 新媒体的产品之后 您觉得跟以前 单纯的写专栏 会遇到一些什么 不一样的困难和挑战 我好像今天和明天 就要跟他再见一面 然后 他们在上线之前 我跟他们有过两次交流 包括他们整体的团队 当然大家是互相来 来来来聊一下 对未来的一些看法 那么 整体来讲 我对澎湃 一开始都有比较多的关注 那么我觉得澎湃这件事情 我成为一个 就是朋友的身份来讲 我当然是希望他们成功 而且他们的成功 对 就是如果说 他们真的能够成功的话 对这个 不管是我在这个 澎湃这个机构里面的 一些朋友也好 对他们个人也好 或者说甚至对整个 中国新闻行业的 所面临的一些困境也好 应该都是有帮助的 这是这方面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澎湃肯定还会面临一些困难 我记得我在 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二月二十八号 对 我记得比较清楚 因为第二天就什么 昆明那个事情 当时 我们在一起交流 他跟我说过 他说 现在他最痛苦的是 找不到两个人 一个人是CTO 一个人是CFO CTO就是 搞技术 但是你也知道 首先上海这个地方 不是一个IT 特别发达的地方 那么他找不到一个 好的手续技术观 我想现在我们大家看到 一些人对这个网站 特别是APP的一些 在技术上的一些 还是有限吧 使用体验上的问题 对对 那这个其实就是CTO这一块 没有办法来落实的原因 那么这个可能体现出来 甚至包括做媒体的人 都是文科男了 碰不到理科生啊 这个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其实这个事情也不仅仅是 澎湃的问题 整个中国的媒体 都碰到这个问题 做出来的东西 常常你让IT人一看 这个太粗糙了 这个是这个问题 第二个CFO 其实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他们事实上 实现了一定的 你也知道新的机制 持股的机制 团队这方面的机制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CFO 能够设计出一个合法的 并且是真的将来能够 实现激励的 这样一个制度的话 这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这甚至会 导致这个 整个团队怎么样 形成某种战斗力 这个其实也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两个问题 我想在半年前 我是碰到他 二月份的事情 他还没有解决 那想四个月以后 我想可能也没有完全解决 那可能在未来日子 他可能还会碰到 这个这些方面的问题 是 大家还会关心 现在澎湃手里 有的这些钱 就说几个亿 那他们自己 我昨天看到一些文章说 其实这个钱也不多 据说现在他们这个办公的环境 一些设施 还是比较简陋的 那其实几个亿来说 对于运营一个新媒体产品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这个钱到底是算多还是算少 就如果您手上有两个亿去运营 徐丹那点抗部的话 您会怎么花 我会去买余额宝 所以您觉得赚钱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事情 是吧 是这样 关于这个事情呢 有一点开玩笑的成分 但是我记得在五月份的时候 在一个新媒体的峰会上面 我们一群人坐在一起 当时就有这个 他们的一个 就是三四亿这个 三四亿这个投资这个说法 应该是当时有一个新媒体赛龙 王国培 就是他们那个新媒体的总监说出来的 我们当时就跟他在一起 我们就说你这三四亿个亿 你真的去拿 拿去 开玩笑说拿去投余额宝 挺好的 那就是开玩笑了 就是说我觉得 变现这件事情 或者是盈利这件事情 澎湃到目前为止没有提供答案 不管是过去接受采访 还是从目前他的这个构架来看 都没有提供一个答案 但是呢 整个的中国媒体也没谁提供答案 都没能提供答案 那么有时候开玩笑说 可能澎湃在通过这过去的半年之间的 包括他的微信公号的一些做法 已经确立了他的这个领域 他拥有跟财新 跟南方都市报 相提并论的这么一个 深度实证新闻 那个供应能力 但是会不会导致将来就是说 OK 你是做到了 但是最后你还是在给门户打工 甚至是给今日头条打工 那就会有这个问题 你变现这一块 没有办法解决 盈利这块没有办法解决 没有办法支撑 就靠你那点广告 没办法支撑这么大的盘子的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 就像你刚刚说一样 有那么多钱 这个烧钱 对吧 我今天说这个烧钱 把钱烧成一重篝火 用来温暖理想主义者的情怀 好像也挺美妙的 但是有个问题 这个三四个亿 你看 放在我身上 当然我就马上土豪了 对吧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你如果放在今日头条 估值五亿美金的技术上 这好像也不算什么 那么对 所以你这个钱 说实话烧起来也挺快的 那么关键问题是 就是说 他要通过烧钱 达到什么目的 邱宾要达到什么目的 上海报卫集团要达到目的 甚至更高层领导 达到什么目的 那我觉得这个 有可能并不能够完全 以一个类似于 今日头条 这样风险投资的角度 去看他 说到好像确实 就现在没有一个 什么样的明确的道路 大家都是在一个 摸索的一个阶段 刚才您讲的理想主义 我们之前还连线了 魏武辉老师 问他说 这个理想主义 现在不是挺多人在嘲笑吗 你看到 邱宾 虽然你跟他很熟 这他意外的风格 可能也习惯了 你怎么看 就是理想主义说出来 现在在媒体上说出来 被大家嘲笑 这个现象 我觉得因为 大家心里都还有理想 所以忙不迭的 去嘲笑理想 就怕别人说 就怕别人说出来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你看 我已经昨天看了一个讲法 挺有意思 他说这个澎湃就是 媒体界的锤子手机 球兵就是媒体界的罗永浩 这个我觉得不一样 就是说你看 这篇发干词 当然有人说它不好 对吧 这个写的像郭敬明一样 像资金匹一样 但是你去看他的报道 他的报道不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发干词当然很重要 而且甚至某种程度上 不管是因为有意还无意的 发干词已经起到了轰动的效应 至少在媒体圈里轰动了 但是他这个产品 发干词不是给圈里人看的 他不是给普通的 普通社团更关注 你报道了一下这个周元根 报道了一下这个万红粮 这个是他万青粮 这个是他比较关注的东西 那我觉得他在这两个方面 我觉得也不必特别的去看重 这个发干词有多么重要 也不必特别看重 邱冰有多么重要 更重要的是他能不能持续的 提供类似的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我觉得 我先不谈这个钱的问题 这个可能也有点理想主义了 从中国的新闻的缺口来讲 这是特别需要的一种新闻 不能只有财新 对 好谢谢徐老师 KC还有什么补充想问的 所以其实在徐老师看来 澎湃也就是 类似于提供多一个财新 他做到最好 可能给我们也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好像 澎湃跟财新 对我们来说的一个意义是 变成其他的网易也好 腾讯也好 在转的时候 标题媒体称 然后点开看 发现是澎湃或者财新 这样一些独家的 当然我也希望他们能探索出 更多的道路 那对我也有借鉴作用 好 祝各位都好运 早点成为兔豪 好 谢谢徐老师 徐老师再见 再见 再见 好 哎呦 这个两位信息量都很大 我们听首歌先缓一缓 消化一下 沉淀一下 最后一部分 稍微再聊几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欢迎回来三天话新闻 刚才也是行业里的两个大牛 分享了一些看法 不过呢 可能这期节目吧 我觉得是适合这个圈子里面的 听了之后呢 会有些启发 甚至有点亢奋 再一个呢 可能 跟这个新闻媒体 关系比较近 或者说你准备去踏入这个行业里的 学新闻的学生 应该会加深这样一个印象 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大变革的时代 就是现在的媒体的格局 处在一个急速的巨变当中 但是没有人会知道 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大家可能要做好这种迎接变化的准备 包括在一些技能方面 可能最主要的还是在意识方面 需要有一些的转变 其实我们也是在一个摸索和学习的过程 可能到现在 但还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节目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只是可能可以营造这么一种气氛吧 这些事情大家必须得去关心它 对 我觉得像刚才徐达内有提到一点 就是说澎湃也好 财新也好 都是提供给大家多一种选择 那我想可能我们这个节目 今天讲澎湃新闻 跟普通的一般听众 或者说是不是媒体圈子来讲 对大家来说最大的好事就是 也许你有一个获得的 可以除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以外 多一个途径吧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独家报道 都是财新或者是澎湃 以后希望有澎湃出来更多的这个报道 那我刚才魏武辉的老师的采访里面 也有提到 他也提到说 他关注到中央对于上海的媒体的一些支持 那这个我昨天正好是一位南方系的朋友 他在朋友圈里面分享了他自己的 他转载了别人的观点 但他是认同的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是说他比较赞同这个资深新闻人 马昌博在澎湃这件事情上的一个观点 他是这么看 他说这事跟当初的改革开放是类似的 是中央按许的地方实验 因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不可能作为实验者 就是说他们的体质惯性太大 内部的山头又太多 然后呢海里这边无数人 海里当然大家都知道 无数人都能插一杠子 但广东呢就是媒体人不可控 这个大家也知道可能南方系曾经的这种先驱者 现在也面临很多的打压 大家也手脚上会束手束脚的 那至于北京就是盘根错节了 自古就是是非之地 不宜做这个改革的起始 那相对来讲上海正好 做得好就放 不成就收 成败跟中央的环境有关 所以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现在 澎湃的一个先天的优势是 他有体制内的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也好 或者说是对他们的这种口径上的一些适度的放宽也好 给他们一些支持 当然他也可能是成因此 败也是因此 当有一天要放的时候 也许澎湃就瞬间的可能就大杀 请他也是一瞬间的事情 好这是行业里面非常具有指标性的一个事件 当然跟更大格局的 包括雷军的这个发布会相比 有人就觉得澎湃的这个事太小了 可是小事它有小事的意义 那么对于像我这种还处于很傻很天真的这么一个阶段来说 你说一个理想主义的话 写一篇理想主义文章 至少在我现在我还是能够被点燃 甚至被感动的 我有时候觉得现在这个年龄阶段 这个时代还能有这种情怀的人 其实挺难得的 大家不要去羞于谈论这些 那如果有人非常自豪的在你面前跟你谈论这件事情 我是非常的佩服也欣赏的 那我们愿意把最多的祝福送给他们 毕竟昨天也是开业 给他们送上鲜花和掌声 那至于未来如何 我们只能切看切珍惜 好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地话新闻 我是凡素 我是凯蒂 明天见 拜拜 拜拜